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得益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人家說郵報琵琶半側面 但是他是千呼萬喚使出來 昨天我們的節目 就已經獨家跟大家講 他今天會宣布參選 現在他宣布參選的 這個人叫做郭台銘 他說他要展開連署 要取得參選的資格 事實上以連署來講 對他小事情 所以他這個宣布就等於 已經取得參選的資格 因為不到三十萬份的連署書 對一個台灣首富來講 是輕鬆愉快的 不過他說用參選要來推進 在野的整合 這樣子講有沒有矛盾呢 所以大家在問 感覺好像郭台銘是要用這個連署的參選 來強迫侯友宜強迫柯文哲來跟我合 如果你們不跟我合不讓我玩 那我也要不讓你玩 大家都不要玩 大家都沒得玩 現在柯文哲 侯友宜你們還有機會考慮一下跟我一起玩 不過跟我一起玩你只能當負的 不能當正的 這樣子還玩得下去嗎 這是一個機會 因為還是根本就是八糟 所以在這裡 郭台銘的參選是玩真的玩假的 大家講實在話 有的說他看得懂 有的說他看不懂 有的說根本就不要懂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老九就覺得一定會這樣子 不過國民黨現在已經開始警告他們的黨員 不能夠為郭台銘站台 不能夠為郭台銘動員 也不可以在其他公開的場合有任何助選活動 否則黨紀伺候 那黨紀真的會出來嗎 南寧內的風暴是不是才要開始呢 據我所瞭解昨天有很多國民黨的 包括他們的縣市長 包括他們的立委 包括他們的中常委 仍然跟郭台銘在開會 那今天早上為什麼沒有出來呢 保留著一步一步的往前逼近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出來對國民黨都是一個壓力 所以現在看起來國民黨問題越來越大 黨紀要怎麼紀出來 難道要一波一波的紀出來嗎 這個人出來挺郭台銘 黨紀事後再來一個又黨紀事後 如果連續一二十個 請問那黨紀最後會變成笑話 還是變成說真的越來越嚴格呢 不過郭台銘民調電後 但是他信心滿滿 只是昨天他的一個幫他演講的 應該是屬於智庫的人叫做楊智良 幫他站台竟然說 臺灣人會有十二萬人左右的家暴等等 這些是因為這些人沒有辦法修理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有隨附 這句話什麼意思 修理蔡英文沒有辦法修理是因為蔡英文有隨附 所以如果蔡英文沒有隨附 他就可以修理就不會有家暴嗎 臺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十二萬人有家暴的話 請問這些家暴的人如果都是不能夠修理蔡英文才有的話 那這些人通通是藍營的人嗎 到底佔臺灣人口這個家暴的比例是多少 零點零零一嗎 所以藍營的人只有零點零零一嗎 其他人都是支持蔡英文 是這個意思嗎 不過現在連郭臺銘 包括他的發言人都要求楊智良應該要道歉 楊智良說我就是要道歉 不然你是要怎麼說 那郭臺銘的民調會不會這樣子 再次的受到打擊呢 往下掉呢 每個人都在觀察 現在我們要好好的來探討 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劉兆豪 兆豪 勇哥好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 李昆誠 昆誠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財經專家 徐清王 清王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國民黨的前發言人 蕭敬遠 建仁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我們的余妹妹 妹妹 勇哥好 大家好 來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的 郭臺銘參選相關的報導 我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投入2024總統大選 並全面展開連署 我邀選總統郭台銘終於說出口 最晚11月底前要達到28萬9667人連署 經中選會審核後才具有參選資格 我們必須下架民進黨 台灣未來的總統需要具有對產業發展的洞察力 世界經濟局勢的理解力 帶領人民走出困局的執行力 企業家治國的時代來臨了 放眼台灣政壇 捨我齊水 郭台銘這意思是成功一定要有他 參選就是為了整合在野 和柯問哲侯宇的咖啡約勢在必行 在野不整合便宜賴清德 我期許自己能成為團結的最大公約數 我也將繼續邀請在野陣營其他兩位候選人 你喝咖啡我喝奶茶 大家一起好好商談國家大事 參選痛批民進黨執政 郭台銘狂打和平經濟牌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會為台灣帶來未來五十年的和平 新政府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一倍 台灣在二十年內超越新加坡 成為亞洲人均GDP最高的亞洲首富 郭董事長有顧我爹爹都不對外說 既然郭董說了嘛 說有談過 我想談的內容 請大家去問郭董事長 躲了一上午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終於願意回應郭台銘參選 兩人似乎先談過 被問到會不會是一戰逼合 他只重申選到底 我是國民黨徵召的總統參選人 尤其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前例 都通過了扛起責任勇往直前 看一下各個新聞的相關報導的標題 國安民宣布獨立參選二零二四年總統 承諾台灣會成為亞洲首富 拜託耶 真的嗎 向國人開出支票四言六大保證 第一個要讓勞保基金不會破產 人家民進黨早就保證啊 要讓健保基金不會破產 民進黨要早就保證啊 為臺海帶來未來五十年的和平 拜託耶 國民黨的危險 還是共產黨的危險 香港的五十年二十幾年就不見了 他說要讓臺灣從明年起 會計年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一倍 哇 好大的口氣 這會不會是馬英九的六三三翻版 最後呢全部跳票 讓臺灣在二十年內成為亞洲人GDP最高的亞洲首富 哇 你要超過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的國民所得是將近六萬 七萬九了齁 聽到沒有七萬九 我們臺灣多少 三萬五 美金 哎呀 所以啊 這個有沒有困難呢 我不知道 我會建構完整的興利儲弊制度 打造最靈人的政府 哇 他的保證聽起來好棒 比馬英九的六三三更有氣魄 不過馬英九的六三三全部跳票 我們看看那郭台銘呢 會不會是臭大跳票呢 郭台銘臭大臺灣 你看 哎呀 承諾內容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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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他承諾內容我都懶得念 太多太多了 要在臺灣蓋這個蓋那個 蓋這個蓋那個 投資這個投資那個 沒有一個做到 這是在臺灣的 我懶得念了啦 但念的話是好幾兆啊 沒有一樣做到 好 臭大全世界 好 要去美國 要去哪裡 要投資什麼 尤其這個威斯康辛州 他要去投資什麼面板 結果還騙了 騙了川普跟他見面 現在看川普會不會再跟你見面 所以看到了郭台銘 在臺灣黑白燈 承諾美國也亂亂爛 承諾西哥也亂亂爛 他能相信嗎 馬英九的六三三言由在有 請問哪一樣做到 八年哪一樣做到 再看看郭台銘宣佈參選 二零二四公民連署怎麼辦 門檻大約是二十九萬人左右 聽說他要連署一百萬 所以我九月十三到十七號 這個時程是提出申請連署 九月十九到十一月二日進行連署 十一月十四日前 中選會會公告結果 所以有意思了 那他打算連署多少人呢 怎麼來看 郭台銘當然喊出來的這個目標 目前我們所聽到大概是以百萬份 為什麼是百萬份 因為再怎麼樣 他都不可以比上一次宋楚瑜來的低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打出他的氣勢 而且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對於郭台銘來講 剛剛其實前面勇哥有講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個國民黨黨內其實跟郭台銘相互配合的人 大家都是看著時間等出招 什麼叫看著時間等出招 看著侯友宜 看著柯文哲相關動作等出招 所以各位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上次這個侯友宜訪日的時候遇到什麼事情 遇到洩點鈴退黨 結果導致 導致侯友宜訪日的效應大打折扣 那所以各位可以再看著 現在郭台銘說要連署的時間點 他不是說要啟動連署嗎 然後謝點鈴說幫他啟動連署時間點 在九月中的時候 那你再去注意一件事 九月中的時候 有誰要出去訪美 侯友宜要出去訪美 實踐在九月十四號的時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九月十四號還有沒有國民黨 其他挺郭的人要退黨這件事 就很值得觀察 可是今天郭台銘的動作呢 其實有趣是有趣在 之前本來一度傳出來 八二三之後 他想要參選的時間點是九月三號 結果九月三號 今天有一篇媒體的幕後 跟獨家非常的有趣 他說郭台銘九月三號 這時間點為什麼不要呢 大家想說為什麼不要呢 九三軍人節宣佈參選很好 結果後來這篇幕後獨家 告訴大家說 郭台銘是因為經濟的那個原因 他在挑日子的原因 最後才決定沒有要在九三軍人節這一天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郭台銘賭信風水 郭台銘也賭信 就是我們講說這些命理的事情 所以郭台銘在看日子之後 發現九三軍人節這一天 不適合作為參選的起手事 那我後來看了一下 在九三軍人節的皇帝上面寫記什麼 你知道嗎 記開示開示 所以這個郭台銘好像是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 九三軍人節這件事情 他就沒有挑在那天 改挑其他時間 最後選了一圈 他發現日子只能選在今天 但選在今天其實也尷尬 因為勇哥你知道嗎 在做新聞的時候 他宣布之後 如果有一連串的起手事 應該是很漂亮的 宣傳跟造勢 可是接下去 我們看到臺灣會面對到大的新聞是什麼 是颱風的問題 好像比較大 所以他這個時間點定的 反而讓大家覺得怪怪的 可是今天嚇到 嚇到鴻海投資是什麼事情 是郭台銘今天記者會上面 讓大家印象最深的唯一的點 既然是這個 就記者今天國外的媒體在問他說 這個如果郭台銘你當選的話 中國對你施壓是不是很簡單 因為你在中國有很多投資 結果郭台銘怎麼說 郭台銘面對這件事情 竟然說這個犧牲他個人財產 換中共不打來臺灣的話 他說yes please do it 可是你知道他講完了之後 大家看的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 你說就算他個人掛他名下 在中國沒有資產 沒有房子 但是郭台銘持有鴻海的股票十二點五Percent 他持有一百七十四萬張 他是鴻海的董事兼大股東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你鴻你郭台銘本人就算不在乎 鴻海還有將近百萬名的股東們 這百萬名的股東 還包括小散戶們 難道他們看了不會擔心嗎 所以有人會看說 這個看起來郭台銘雖然為了選舉 在把他的keep 但是現在很多小股東看完之後 反而挫了一旦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郭台銘 記者會開完之後 鴻海還要馬上發一份聲明出來 感覺要為這些小股東滅火壓壓驚 我們看看他怎麼講 若中國要沒收鴻海 郭台銘喊說只要他不來打臺灣 願意犧牲財產 他要沒收你 就是要用經濟來恐嚇你 他什麼時候會不打臺灣 要不打臺灣那只有一件事 臺灣人自己有氣魄 有決心自己準備好了 不怕你來打 這樣子他就不敢打 唯一的不是你郭台銘 那麼了不起啦 郭寒藍白不整合 便宜的耐清德 要找柯侯喝奶茶商談國家大事 問題是人家兩個人都不想跟你談啊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說不急 侯友宜說不可能當富的 那怎麼談呢我們再看 郭台銘將宣布參選副手點名高金素美 這一句話會有這個傳聞出來 就表示郭台銘只要當政的 如果你只要當政的 那還談什麼呢 如果你要當富的那也不必喝茶 你只要跟國民黨說願意當富的國民黨 馬上擁抱你了嘛 所以這個茶這個咖啡顯然是喝不成的 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侯友宜快散 帳化不回應 你看不回應 所以喝咖啡 沒意思啦 親友人士說一切在掌握中 你要宣布選總統國民黨在掌握中 盡量不記錄避免破壞之後的整合默契 還在想整合 哎呀你的女朋友都已經跟人家牽著手上賓館了 還在求整合嗎 大家都在看 所以我們看看張立善怎麼講 張立善說你這個人沒有誠信 在野團結的破口 這是一個破口 但是呢 周典論說 我不會協助連署 郭台銘參選後會不會再整合 最後誰會登記 不知道 不過大家知道 他雖然不會幫助連署 但是他尊重 而且是支持的 我們看看劉家昌說 朱主席侯市長你們兩個小我 站著選不上的民調也該退出了吧 而且呢 請韓總也站出來帶您我們一起把中華民國迎回來 那何勝峰怎麼講 現在會努力在南投縣幫忙郭台銘連署 所以這個游議事也沒沒怎麼來看 我先講 我認為郭台銘現在是以戰逼合 就大家也不要只是看表面 看表面當然每個姿態都端著這樣 郭台銘為什麼現在急著這樣出來 一方面看黃麗 二方面是民調直直落 三方面是他再不講話奧彙退兵 可是呢 他把自己這個以戰逼合 我覺得他第一個目標 我還是認為他是設定柯文哲 因為據我聽到的消息 他們兩個其實私底下 其實郭台銘就講 他們溝通長管道非常暢通 還是有人一直在奔走 那柯文則是一個相對於國民黨容易整合的對象 除非郭台銘是想說我只要選爽的 我教訓一下國民黨我都高興 除非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想選贏 那麼獨立參選的贏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這第一點 第二點還是要提醒大家七月二十四號 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來源 這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們 地方議長有十幾位 在張榮衛他邀請了在胡偉的地方 他們裡面就有密談 裡面三個共識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共識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台 第二共識是最好是三個人能夠整合成一組 喉郭科 否則的話兩兩整合成一組 第三個人自然被邊緣化 第三點 如果沒有辦法達成整合各自為政的話 在席間 郭台銘是在這個席間 他們清楚的講 那麼對不起 素不奉陪 不完了 我們不管你們 因為你們都是只打自己的算盤而已 這也就是為什麼謝鼎玲後來出來說 他只要他 郭柯沛他會支持 到今天郭謝鼎玲都還在奔走 他是奔走一個人之一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日子 我們可能要看這個變化到底會是如何 但是我認為他起心動念 還是要先以戰逼合再說 如果他要以戰逼合 可是民眾黨已經講了 我們的民調第二名 我們是個黨 我們怎麼可能當副手呢 民眾黨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會變成副手嗎 這個郭台銘又怎麼逼他呢 我們來看看 那現在國民黨有意思了 郭台銘宣佈參選總統 國民黨提關公 還在說官公啊 說郭台銘不應該推翻白紙黑字的承諾 郭台銘選總統 國民黨極度遺憾 仍然判歸隊 所以換句話講 郭台銘是屬於國民黨的才會叫歸隊嘛 要求黨員不可違紀站台 郭台銘已經宣布參選任何黨員 聽好 任何黨員只要與郭台銘公開站台 動員掃街或其他公開助選行為 將違反黨員行為規範 將由全責單位嚴肅處理 沒有謀誤攻堅 這次有加上這句話 那國來銘參選民眾黨喊盡力整合 柯文哲是民調最高最具實力的人 我是民調最高最具實力的人 那柯文哲怎麼可能當副手呢 這句話其實就是在拒絕當副手的話 非常的清楚講出來了 國來銘參選藍綠做看好戲嗎 李潘榮怎麼講 自我膨脹不夠資格 批評了 謝一鋒怎麼講 現在還在打草稿的階段 他認為還有希望 領導人怎麼講 未出現也說要支持黨提名的人 現在所作所為又不是這樣 這種人可以當國家領導人嗎 哇 用力批下去了 那看看民進黨立法院長怎麼講 尊重每個人的權利 看看王定英怎麼講 連支持侯友宜的承諾 都撐不到三個月就跳票 你要相信他的五十年承諾嗎 承諾跳票紀錄 還騙及海內外呢 好 那這個楊佩華是基進黨 他怎麼講 參選恐怕也只是 最後的回光返照而已 那國民黨黨既要嚴肅面對 嚴肅的處理 沒有謀武攻堅 這樣嗎 郭台銘現在的狀況就是狗言殘喘 他的民調就是確實是非常的低 講到就我們所瞭解 本來郭台銘 因為大家知道郭台銘很迷信 他希望是避開這個農曆七月 然後宣布參選 那我幫大家看了一下農民力 這個國立九月十四號這個鬼門才關 那所以說依照這個公民連署 他本來是希望說在這個十六或十七號 十五十六十七號 這是三天 連副手的這個候選人一起提出來 然後參與公民連署 結果發現這陣子民調直直落 他現在記者會他講什麼 他講說這個 我還沒宣布民調就有十幾趴 十幾趴我以為聽起來很高 好歹說個幾十趴吧 十幾趴而已 那他提前宣布參選 他就是希望說有所謂的慶祝行情 但現在面臨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本來原定這個明天 在這個澎湖要辦肇事 八月三十一號是在臺中 九月二號是在彰化 結果現在說因為颱風要取消 這個聽起來有點奇怪 為什麼 因為確實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我們的黨員行為規範 針對的是你現在 如果宣布參選的話 界線就必須要畫出來 沒有模糊的空間 那當然啦 過去這個有鑑於前例 有一些人這個黨中央 還是不嚴格的處理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有虛觀察 但是今天從這個 昨天晚上到今天 這個消息出去的時候 這個我們支持者群組 是非常 真的會嚴格 我是相信會嚴格 沒有嚴格 我來幫大家監督 好不好 尤其是這個 高雄那一面看板怎麼辦 看板他們 高雄那個小雞跟郭大雞 已經講說這個 他們沒有統一 現在要趕快下下來 但是現在我們還在看 參選前掛了 所以沒有關係 那現在宣布啦 要不要溯局寄往 要不要溯局寄往 我覺得看起來 是沒有辦法溯局寄往 但是至少從現在 此時此刻 界線畫出來好不好 如果黨中央沒有嚴厲的去執行 大家找朱立倫算帳好不好 如果誰沒有照規定走 那就是要找那個人 要去黨際處理他 所以郭台銘最好笑的是 他今天最後不是這個 舉了這個鎮板橋的詩嗎 他最後一句講什麼 他說這個 任爾东西南北風 大家知道為什麼 他要舉這個詩嗎 因為他就跟賭博一樣 郭台銘就是 破壞掉啦 這個輸了 我就不爽啊 我就翻桌 欸 郭台銘最好笑的是什麼 他現在在講說 要整合柯文哲 要整合藍營 要整合在野 我就問你 你年初的時候 為什麼不講這件事 你為什麼不提出這件事 你為什麼不來做整合適合民調 國民黨也給你機會 你現在輸了 所以他在擺明 他就是想要再來打一場 總統的延長賽嗎 企圖搶到門票嗎 問題是最簡單的 誰還會相信他呢 不過 到底是誰擺壞掉啦 楊秋青說 是國民黨擺壞掉啦 啊國民黨說 你郭台銘擺壞掉再翻桌啦 那奇怪咧 他們都在擺掉 那一個擺壞掉 那一個擺壞掉 那一個擺壞掉再翻桌 我們看看來 原響避鬼月 郭台銘民調不妙 提前宣布參選總統 是否玩到底郭首正一句話 謝天機 哪一句話呢 郭首正的問題方向 已經轉到後續獨立參選 並特別問到郭營的民調 未來該如何拉抬 據瞭解 郭首正關心的方向 讓與會者對郭台銘 是否真的會選到底 打上問號 又是一個問號 這很奇怪 再看 郭台銘宣布參選 拍戲拖片與尷尬間的鬧劇 這怎麼來看呢 這些挺郭帕的議長 跟過去的這些縣長們 其實有點等不及了 昨天的時候 張文衛就跟侯友宜握手 兩個人會面 郭台銘一看到之後 馬上晚上就有群組就發出來做 他宣布參選 這是有因果關係的 之前那個謝點零 就是說不支持郭董 其實備用的解讀就是這些地方 勢力看到郭董 九十二億放在那邊 郭董說要花錢 有沒有要花 有沒有真的要選 他們就看很久 結果看到現在就覺得 如果你再這樣下去 我們就要繼續待在國民黨 郭董就覺得時間到了 該宣布一下 宣布了這個之後 國民黨現在就覺得很看衰 其實國民黨很怕 你看他講說黨機什麼 他完全不敢講說 這個黨機要處理到什麼程度 到時候嚴肅處理 就是跟你嚴肅的警告 你要先毀過書 你要給一個答案 那就沒事 這也是所謂的嚴肅處理 如果國民黨真的要做得很絕的話 他就直接說 你幫郭董連署 我就給你開除黨機 他可以講到那麼具體 但他沒有 他只有說公開站臺的話 黨機處理 怎麼處理 勇哥是律師 你也知道 這在法律上完全沒有明確性可言 那大家就覺得說 既然你都這樣講 那我就試試看 我先連署再說 對郭董來講 現在誰能夠擋他連署 就能挫他氣勢 國民黨這整個黨機的用詞中 沒有一句話敢提到連署這件事 我建議你們朱主席要提到 誰幫郭董連署 就開除 如果你講到這麼硬 那當然對於郭董來說 他連署就會 那昨天我的消息 有人告訴我 昨天國民黨 敬言要注意喔 裡面有現場級的人 有立委級的人 還有委員級的人 昨天都有跟郭董晚上會談 這樣要不要開除黨籍 一定不敢的 因為現在的情勢跟四年前韓國瑜差很多 韓國瑜是很能凝聚整個藍營 可是後瑜做不到這一點 所以造成的結果是 如果你這個開除某個大咖的話 他直接派人出來選立委 你內襲原本就算是優勢選區 藍營優勢你也選不上 光是這一點 就讓朱立倫在動用黨機上 就是雷聲大 雨點小 所以從這裡來講的話 趙浩 熱鬧喔 我覺得當大家來看郭灘敏的參選聲明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回顧一下 我們這兩週的民調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賴副總統民調 是節節上升 然後在藍營或這一部分 他們是一直在下降當中 其實這個突顯幾個問題 第一個當藍營他們還在關心說 誰要跟誰合 誰會不會選到底的時候 反而是賴副總統是按部就班的提出 相關青年產業住宅醫療等等相關的政策 那民眾當然會區別 那我覺得一個陣營每天在討論的 不是說要選總統 但討論的不是如何治國大爭方向 反而是在討論誰要跟誰合 誰會不會選到底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民眾自有信用一八尺 然後我們看到郭鎮營 郭湯美今天所提出來這些數字來講 我光提一點 他說 當然因為他的財產 很多都在中國 本來說 中國財產被中國沒收 那怎麼樣 他講一句很聳動的話 就是說沒有關係 他們要沒收就沒收 只要不攻打臺灣被沒收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郭董 他存在一個想法 他認為很多事情都可以數字化 這是不對的 中國或被攻打臺灣 跟你有錢有被沒收 是兩件事情 他可能沒收你的錢 但是他人還是不放棄武力犯臺 不是說你給他一筆錢 他就不會武力犯臺 所以郭董 其實我覺得他常存在著 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觀念 比如說他今天所做的承諾 GDP要成長多少 但是GDP有一個很複雜的算法 GDP也許 也許可能會成長 但是我們民眾更關心的是 我們財富要平均分配 這件事還是更重要的 但是郭董 他常常是因為生意人 他著重的就是這些數字等等 我覺得他是跟一般的普羅大眾是真的是一段一段的落差 不過他現在 現在我現在他之所以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來做宣布 那我個人認為當然是跟他現在的民調非常的低迷 然後看起來他原本的他設定了他的戰友盟友 他好像一一的態度越來越曖昧 所以他不得不他趕快提早來做一個宣布 但是我認為他是否會堅決的 連署大概沒有問題 連署二十九萬對他來講真的是太太小太小的case 所以說但是他會不會真的很堅定走到底 我覺得還是有待觀察 郭董很奇怪 如果真的不想選 現在就不要選了 再玩下去 雖然 雖然你很有錢 雖然你財產幾千億 不過這個一連署下去 花個一億 包括其他的 我看也免不了 一億也是錢 這不是愛心 有人照相很喜歡這樣 我說不是 他們是這樣 鈔票算錢的 錢也要算清楚一點 這假的 那他不怕假的 那就是決心 所以我們看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決心 燃燒自己 要照亮臺灣 看你敢不敢燃燒 燃燒的 可能是鈔票 不只是你自己 大家都在問 這個有意思 那郭董連署當然是要參選 而且參選到底 而且他就是正的不是負的 因為他參選的 連署的時候 就要把副手也提出來 所以他就是正的 然後負的看是要找誰 所以說他現在參選連署了 然後現在看侯友宜 還有看柯文哲 看要怎麼樣去對他 因為他開始喊牌了 從九月到十一月 這兩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就是讓這個 這個郭台銘猴 繼續再讓他的選情 再繼續吵樂 然後對於柯文哲 還有對侯友宜 講說那這兩個月 繼續在煎熬下去 就是說本來說 不然然希望能夠整合 但是現在大概沒有整合的機會 你說要坐下來喝咖啡嗎 那個咖啡 我看也是這個糟糕的咖啡 沒有人要一起喝了 一起喝 一起談 坐下來 那誰要正的 誰要付的 大家都要正的 沒有人要付的嘛 那既然大家都要正的 沒有人要付的話 那這個坐下來談 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 他也是要跟他的這個支持者 他的那些派系 老大要交代啊 大家之前都這麼挺你呢 那你為什麼拉了弓都不射箭嗎 所以一定要趕快要把這個宣布 這個要獨立三選 這件事情把他講出來 接下來這兩個月的時間 各個地方就開始在走了 雖然我看到說 這個好像周典論說 他不會連署 他說他不會連署 名字可能看不到他 他下面的人會不會幫他連署 下面的人會幫他連署 何勝峰會不會幫他連署 會啊會幫他連署 謝典林都已經退黨了 不幫他連署嗎 所以這些議長派的一定會幫他連署 那這些議長派幫他連署之後 我相信這個對於泛南來講說 未來你說這個還要再談整合 那更難了 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錢 這麼多地方派系出來停火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我不選了 或是說我整合當副手 那對郭台銘來講也不可能 所以對於這個民進黨來講 現在就像委員所講的 現在賴清德到了各個場合 像我們昨天很多場合 他就是提政策 提這個國家希望工程 那也看得出來說 為什麼賴清德 他的這個民調可以獨走 因為只有他是像總統候選人 他在談政策 他在講說未來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之後 民進黨該怎麼做 他要做什麼 只有他在談政策 那其他三個泛南的候選人 都在講說誰要整合誰 誰要整合誰 然後呢 這個誰都要當政的 沒有人要當副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泛南的民調 本來泛南的民調加起來 好像會贏賴清德 可是現在不管是這個 柯文哲或是侯委 加起來已經輸給賴清德了 那表示說民眾已經硬凡了 看不下去 就是說那你這個泛南這些人 就是在想個人的利益 想說誰要跟誰合併 那誰要怎麼樣 都是你們個人利益的算計 不是為了國家 所以對於這個選民 他自己會分辨 就是說那現在看來看去 只有民進黨的賴清德 最像個總統候選人 其他三個看起來沒心 大家都在想說 誰也要當政的 誰要當副的 或是說這個地方的派系的利益 要怎麼去做分配 當民眾看久了 就會顯現在民調數字上面 就是說看起來沒辦法投給你也沒有用 轉來支持賴清德比較有用